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迎接新的一年千叶县中华总会召集会员李坚士们举行新年会 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乔务组长王功生 以及乔务部科长宋慧云也从东京远到前来出席 王组长代表驻日代表处感谢千叶中华总会一年来在服务侨民 贡献侨务上努力付出 成效卓著 特别致赠千叶中华总会李坚士们奖状以及表扬 为了向大家拜年同时联系会员跟总会干部的感情 千叶县中华总会特别选在千叶县千叶市内历史悠久的西餐厅举办新年会 不同于中市餐厅的热闹 现场充满优雅的氛围 大家隔了一个新年假期再相见 有聊不完的话题 由于千叶幅员广大 桥民散居各地联络感情不易 平常固定的桥会旅游 大家都非常热情参与 再加上平时桥会山跟地方 千叶地方政府跟参众议员都会出席 一年一度的国庆晚会活动 千叶县中华总会监视黄子生就说 总会就像是一个大家庭 桥民们平时虽然忙于工作 但是对家的向心力不减 因为总会总是会温馨地迎接大家回来 有一个向心力 桥界的向心力 大家都非常愿意来出时间 出钱出力 来欧援这个活动 所以我们也朝着这个方向 希望能够在2016年也同样的有一个机会 能够在更加深桥界之间的联系感情 不管是桥界 或者说甚至在各个地区 千叶地区的政商界 都对我们的中华总会 千叶圈中华总会都有一定的认知 希望在这方面能够促进跟中日之间的桥界以外的关系 能够更加的进行 也协助我们桥界的同胞 能够在日本这个地区能够有所发展 不同于日本其他地方 是树带定居日本的华侨 中文很多都不讲了 陈业的台湾人许多是因为工作婚姻来日的桥民 会长兵刚真雄本身虽然在日本成长工作 但是中华学校毕业之后 中文也没有忘记 在千叶的总会里 中文甚至台语都可以通 让在异乡奋斗的游子多了一分归属感 希望更多来日念书 或者是就业的朋友 多利用桥会的资源参加活动 跟同乡交流情谊 台湾新闻社前夜报道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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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